一个庙堂权争与刀剑交错的时代 一个暗潮涌动粉墨登场的江湖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长篇玄幻小说 雪中汗刀行 作者烽火戏诸侯 由大斌为您播讲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雪中汗刀行 第五百一十一回 北莽南朝有朝堂 北庭虽有京城 但女帝一年之中有两季都身处王杖 王杖所在便是忠书所在 那是一座由无数大小帐篷汇聚而成的移动之城 而那位世间最尊贵的老妇人所住的帐篷 独享金色 因此就像一只屠服在草原上的巨大金色蜘蛛 与日争辉 当这顶金色王杖出现在孤赛州 南朝庙堂顿时黯然失色 一杆勋规臣子都聚拢在王杖四周 安静等待女帝陛下的召见 未尊者更加靠近王杖 比如新任的南院大王董卓 柔然铁骑贡主洪敬炎 孤赛龙腰两周的持节令 南朝大将军柳归杨元赞 这些在南朝呼风唤雨的大人物都可以相对匹林金掌 今时今日 北蒙女帝召集南北群臣 例行画灰一事 众人分别坐在一只绣墩上 绕出一圈 坐位并无高低之分 不过那位白发苍苍却精神绝朔的老玉 仍是如中原帝王那般坐北望南 左手边是齐奸岳府太平令 右手边是北蒙君神拓跋菩萨 一文一武 但两人身边依次排列下去 则文武混淆 并无出现黎阳朝堂那种文武对质 精卫分明的光景 随着董卓继身为南远大王 为之越发靠近了慕容女帝 只是仍然呢 间隔着橘子州持杰令慕容保顶 这样身份显赫的贵州全城 今天董胖子入仗之后便心不在焉 一边抬头张望 自顾自的搬着粗壮的手指头 数着自己跟皇帝陛下 到底还差几个席位 反正在南朝啊 他已经是最大的官了 不过北庭两大皇族姓氏 还有许多姓耶律或者慕容的老头子们 站着毛坑不拉屎 哪怕一个个老眼昏花了 都已经挺不直腰杆 还是强撑着参加这场画会议事 董卓跟一个笑眯眯的老不死对事上 如果他没记错呀 这老头子叫耶律红才 青壮时候还算做过几桩壮剧 这些年倒是一直没懂 老家伙对董卓傻乐好 董卓百无聊赖 就跟这老家伙对着傻笑 俩人就这么叫上劲了 结果董卓把脸都笑僵硬了 对面的笑意还是那么活泼生动 董卓败下阵来 揉了揉脸颊 朝着老头子伸出大拇指 一脸算你狠的表情 耶律红才 笑意不减 抠了抠鼻屎 老人丝毫不掩饰自己的得意 董卓翻了个白眼 这家伙就是身受北莽三朝顾命的不倒翁 圣宗耶律红书奴临终之时 此老跟六人一同在场受命 席位垫底 神宗逝世时在场五人 耶律红才开始排在第三 先帝死时和大将军耶律数列 中原移民徐怀南 拓跋菩萨 慕容宝鼎四人在场 已经高居第二 接下来这董卓下意识转头看了眼女帝陛下 众人围城的大圈之中 颇有一张布置地图 涵盖了黎阳京济南部和广陵道两大疆域 在董卓跟那老头子 耶律红才斗法的功夫啊 女帝已经跟数位大将军 讨论过了接下来的战局走势 都看好西楚短期内的爆发力 但是仍旧不认为西楚可成大事 绝对不可能成功的复国 女帝主要跟武将们询问这个短期到底是多短 几个月还是半年 还是能一鼓作气僵持到明年秋天 然后各种可能性之下 跟文官询问黎阳朝廷的国库会分别减少几成 在探讨大局期间西楚有几名年轻人也传入北蒙女帝耳中 其中有以泄息垂嘴多多达四次 寇江淮紧随其后有三次 以至于女帝都勾起了兴致 不过到头来呀 也不过是以一句声对了时候 声错了地方可惜了来收尾 帐内的北蒙武将一致认为 曹长青主持的东县跟广陵王赵义之战依旧会胜出 但接下来的关键得看黎阳赵氏收拾残局的主帅 是饱受彻肘之苦的卢生相 还是临危受命的兵部侍郎卢白杰 甚至有无可能是更北一些的北蒙心腹大患 大驻国顾建堂 在太平令看来呀 黎阳朝廷太过轻视西楚 而且兵目没有顾建堂坐镇 比起二十年前黎阳朝廷的运转速度 简直就是天壤之别 但是太平令也忧心忡忡 说接下来黎阳被西楚打得越疼 日后顾建堂手中的兵权就越集中和制胜 长远来看勉强算是好坏参半 董卓没掺和到这场意义不多的讨论中去 当董胖子看到女帝陛下一台手 不光是那群最不济都有三品的文官 还有一大帮子原本眼高于顶 跋扈惚惯了的武将 可以说几乎所有人都精神一震 董卓也脸了脸神色 只看到四位庙陵女官 抬出另一幅地图 扑在原先的地图之上 当那幅详尽至极的彩绘地图 尽数出现在众人视野后 董卓看到连耶律宏才这头掉光牙齿的老虎也密起 身体微微前轻仔细凝视着那张长宽各三掌的地图 大概是眼力老弱的员工 老人缓缓站起身来向前走出几步 北莽上下唯独他可以携带一名护从入障参与一事 当时耶律宏才身后的那名侍从啊 试图搀扶被老人白手拒绝 随着耶律宏才郑重其事的起身 绝大多数北莽权贵都不敢再坐着看 而是跟着老人一起离开绣墩子 那是一幅芒粮行事大途 原先还有寥寥数人不曾站起身来 直到慕容女帝站起来 他们才随之起身 老夫人脸上没有先前那份云淡风轻的闲事 他沉声道 朕知道哪怕到现在啊 还是有人想要先打东县 认为只要吃掉那条在顾剑堂手上 尚未完全成形的东县 就可以长驱难下 一举占据黎阳王朝的泰安城 觉得这才是一老永逸的明智之举 此言一出 王丈内顿时气氛凝重 有多位大将军和持吉令的脸色都有些难看 那老夫人突然自嘲一笑 还有人认为 朕之所以要执意打西县 是为了跟徐霄那个已经死了的家伙 呕气 董卓在一旁也忍不住笑出声了 结果被大帐内的大人物啊 瞪了几眼 寻常北满官员早就给吓破胆了 这董胖子呢扬起头来 学着那耶律红财抠鼻屎 那老夫人也没理睬的 他继续笑道 你们这般认为便这般认为吧 无所谓啊 朕今天只想告诉你们一件事 打西县的决定不容更改 谁反对 可以 朕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 现在离开这顶帐篷 很快就有几位王廷老人不约儿童冷哼一声 一起迈开步子 静止走出王长 这些老人无一不是曾经草原上的雄鹰 各自顶着耶律姓氏 至今仍然手握相当可观的兵权 形似黎阳王朝的宗室藩王 北满王廷的体制啊 本就松散 各自为政 仅在名义上接受皇帝的约束 老人之中不乏有十几年前都不曾参加与黎阳北伐大军作战的人物 但哪怕是女帝毕这年也不能因此秋后算账 在这些老人看来 只有打东线才有利可图 打西线 那北梁是三十万的兵马呀 你就全杀光了又能如何 北梁那么个鸟不拉屎的地方 甚至不如自家草原上水草肥美呀 再往南沁军 是那个北蒙志同都清楚道路崎岖的稀数 是一个从来没有出过统一中原皇帝的地儿 更是一个北蒙铁骑必须下马作战的区域 这一路打过去 死多人不说 到手的东西少得可怜谁乐意呀 你个老娘们啊 愿意听那些个什么狗屁太平令的怂有 咱可不奉陪了 那么随着这些桀骜难逊的耶律王爷纷纷大踏步离去 王帐内十去其三 所幸南朝境内持杰令与大将军一个都没走 更有拓跋婆子始终站在女帝的身侧 耶律红才纹丝不动 他盯着地图 这位老人没动静了 有七八个五六十岁的大人物 虽说蠢蠢欲动 但还是耐着性子留在王帐 慕容女帝神情不变 也不看那些背影 两根手指捏着一块木炭 望向脚下的那幅地图 伸出一只手往下压了压 他微笑道 咱们啊就都坐下来 就当提前坐江山了 毕竟除了咱们南院大王这几位年轻小伙子 大多数人都不年轻了 一群人坐在地图边缘上 离着老玉月远的臣子 自然而然就坐在了黎阳版图上 最南边的那位则是坐于南兆之上了 等所有人都落座之后 女帝玩笑道 朕哪 不懂用兵 只知道咱们北莽百万大军 应该没法子一股脑的 列在孤赛龙腰两周边境上 具体事宜还是由太平令来说好了 太平令点了点头 拎着木炭走到地图上 但是没有静止走到两莽边境线上 而是在东线附近敦县 画出一个湖顶朝向草原内部的半湖 他平静道 西楚复国 牵制了黎阳经济之地的兵力 但是顾建堂的动向轻于南调 以及按兵不斗 但这两种倾向 并不意味着黎阳就一定会袖手旁观 保不齐黎阳北梁就会兵士前行 我们与世事想着占据最大利益的黎阳朝廷不懂 一切都应以最坏的打算做准 那就是按照顾建堂出兵北上 以至于两线呼应的糟糕局面来定 因此老将军耶律洪才 以及贺连威武和慕容保顶 两位持截令大人 带兵洋装押近 只要顾建堂有魄力请朝而出 那我们就拿出相应的魄力 且战且退 然后退至在本人画出的这条弧线上 到这里为止 一步不可退 贺连威武点头 慕容保顶 莫不作声 鼓授临寻的耶律洪才看着那条弧线 没有反驳 太平令顿了一下 他语气平淡道 接下来我们也有两条线要打 不过不是同时 南县交由南院大王 董卓全权处置 陛下不会干涉一兵一族 但这之前 北县 就是咱们北莽的后院 交由大将军拓拔菩萨 清理干净 对象就是方才走出王帐的那些各大草原部落 耶律洪才眼皮子跳了跳 他缓缓抬起头 沙哑问道 陛下 当场杀了他们 不是很简单啊 北莽女帝笑着摇了摇头 他回答道 太少了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雪中汗刀行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有百余白衣男女一路悄然北上 仙渡海再入蜀 采携山巅雷电 收集无根阴水 降服山霄精怪 超度游魂野鬼 唯独绕过寻常百姓 并不轻易现世 偶有跋山涉水的乔夫猎人 撞上这一行仙人 也仅是惊鸿一撇 误以为撞见山川神灵 慌乱中赶忙时跪拜治理 撞起胆子抬头之后 却早已不见踪影 这九十六位观音宗仙师 来自南海孤岛 与北方福龙系练气室宗旨相议 从不掺和庙堂正式 偶有登上神州陆地 也是如这一次般野异山林 观音宗这次挤进清朝而出 是开宗以来六百年不曾出现的稀狠光景 大奉王朝的开国皇帝曾经下旨 恭请岛主入朝为帝王师 观音宗拒旨不受 差点引发兵戎 只是天高地远海阔 大奉高祖幸幸然作罢 这趟北上啊 观音宗不但岛主亲临 六位长老中除去一位百岁老人逗留岛上 负责看护观音宗府门 七与五位都跟随队伍 此外自岛主以下有四个辈分 总计九十八位炼器士 连妹往北而行 逢山跋山逢水涉水 人人白衣飘然御风 有神仙之字 这一晚呢 于旧西蜀某处深山野林稍作休息 临呼而停遵循古法 以天为备 以地为床 除了各自携带的轻便行囊 装载有简单衣物和粗裂干粮 并无一样累赘物件 观音宗弟子男女皆有 不过略显阴盛阳衰 大概是女三男一的模样 观音宗临时驻扎的那座大湖 湖上有一座战桥 岸边有古老的量价经番 只是荒气不知多少年了 处处朽坏 月色之下 湖水熠熠生辉 如一大块忧虑翡翠 大多数年纪不大 辈分不高的炼气室都临湖而坐 观胡悦而勿玄 与道教真人一入一品 祭纸玄相似 修为艰深的炼气室 进水楼台 大多掌握一两种纸玄玄妙 炼气室啊 讲究一个年少早发 开敲越晚 成才越难 少有大气晚成的情况 当代宗师便是十六岁勿得纸玄 此后一路坦途 境界稳固攀升 将近百岁高龄 却童言永住 不过要论百年来 观音宗天赋最优者 还是那位十二岁得纸玄术 二十一岁真正寄身纸玄境的女子 只是当时陆地之上 以年轻剑神李纯刚为尊 一柄木马牛是无间不摧 竟是将这名精彩艳艳的女子 硬生生打回了南海 以后至死也不曾踏足陆地 不过他在古西之年 终于寻觅到一位关门弟子 请囊相授 如他这个授业恩师一般 那徒儿年纪轻轻便行走中原江湖 似乎比他这个师父要幸运些 尚未夭者 只是事实上啊 也不过是一线之差 如果那位年轻藩王不是念着与观音宗 还有一桩三年之约 那就不光是夺走一幅陆地朝前徒 这位倪称卖探妞的妙龄女子 还得淹死在江湖中 他当初在幽艳山庄拐走了徐凤年一百多饼剑 结果却还了观音宗两大镇倒重器之一的宝物 亏大发了 只是不知为何呀 当他被纸玄剑客迷凤杰监视着送返了海边 忐忑不安的乘船回到宗内 在脑子里边想好的几十个理由借口 结果一个都没用上 他只需要喊一声 师姐的岛主 竟是不闻不问 说半句苛责 直到现在再度踏入陆地 麦他妞还是想不明白其中缘由 此时他跟师姐和一位得喊自己师伯祖的女子练骑士 一起走在那古老战桥上 大概是心虚 麦他妞这次北上全无以往在岛上的跳脱行径 老老实实 乖巧的让一帮师侄们都感觉到匪夷所思啊 麦他妞的师姐 也就是观音宗的宗主 果然如中原江湖传闻一致 姿容如初嫁妇人 原本不论女子如何保养啊 极易泄露真实年龄的眼角 亦是不见丝毫皱纹 她的皮肤更是光洁如玉 月光照应下 隐隐约约 有光滑流淌 她眼神妩媚 只是身形尤其高大 比起北地男子 还得高出小半个脑袋来 可谓是体态雄见非凡 腰间悬有一柄古朴铜镜的观音宗宗主 望着波光摇曳的湖面 她轻声问道 婴衣 婴衣 入属以来可有所得呀 面容瞧着比她还更年长一些的女子 背后附有一柄乌窍福建 这名叫做婴衣的女子 真是年纪已经将近三十了 但瞧着称子也不过是二十出头 依旧可算风华正貌 只是比起她身前几步外的岛主 就相形见拙 她毕恭毕敬地回答道 蜀地是神州大陆高低之间的过渡地带 就如东西两股势力在此争锋相对 故而多风角 任己 曹谷与兵斗等地貌 蜀国一域之地 历来都是竖脚内斗不成龙 气数难出也难进 因此成不了世人眼中的龙兴之地 那些偏安政权 从来无法影响中原王朝的大势 这一点不因陈之豹入属丰亡而改 以此可见 黎阳赵氏将这位兵部尚书放到此地 一箭双雕 既潜制了北梁向外扩张 也限制了陈之豹本身气韵 只是 只是英译看不透一点 我宗入属以来 有一股庞大的浩然气涌入属地 陈之豹裹挟此事 趁机出属进入南兆 南兆境内有一位黎阳前朝郡王建府 不得人心已久 陈之豹本该吞并了此人的气韵如虎添翼 可是陈之豹偏偏不娶 这又是一怪 卖探妞他皱了皱鼻子 属地自古是索隆的牢笼之地 不过当初黎阳天子并无算计陈之豹的初衷 本意是将其安置在南疆北境 与顾建堂一北一南互守国门 只是陈之豹本人执意入属 要我看呢 陈之豹他就是个心比天高的疯子 觉得他哪怕是在属地劫人一身白手起家 他也同样能成事 要做出前无古人的壮举给别人瞧瞧 天底下就找不出比他更自负的男子 师姐你说是不是 岁了好苦 早此奔马虎 多少天因我苦苦 孤零碧露 不宇旧一湖 帝王江山几谱 孤零碧露